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 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家曾经代表北京在金融界雄心壮志的投资银行 如今已变成中共党员汇集的场所 随着士气和薪酬的下降 越来越多的银行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求在这个新政治格局中找回职业生涯 一个曾经梦想挑战华尔街巨头的投资银行 如今却在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和党对金融家的享乐主义批评下 放弃了昔日的野心和高薪 随着党的控制越来越紧 CICC的业务和士气都陷入了低谷 现在 CICC的银行家们不再追求市场规律 而是遵循党的指示和思想 这一变化已经深刻影响了公司的运营和未来 CICC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 业务萎缩 盈利能力也在下降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要问 CICC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 我们将聚焦于一篇由Kathy Chung 在2024年7月2日发表于彭博社的文章 标题为 《随着士气和薪水下降》 中国的投资银行家加入了共产党 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CICC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 CICC成立于1995年 曾被誉为中国的摩根式丹利 以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雄心壮志文明 然而 近年来 CICC面临着一场对抗性革命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共同富裕政策密切相关 CICC的银行家们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 承诺遵循党的指示 保守党的秘密 甚至在必要时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 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CICC的共产党员人数 已占到整个银行家的三分之一 这一现象表明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 市场资本主义的传统信条正在被重新定义 曾经的高薪 长时间工作 和对市场的坚定信仰正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对党的忠诚和新的职业成功准则 通过与几位资深CICC银行家的采访 文章描绘了一幅 CICC内部意识形态重塑及其后果的画面 这些银行家们在匿名的条件下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因为在中国 异议的声音往往会受到监控和打压 CICC为对此作出回应 CICC的转变之大令人瞩目 自1995年成立以来 CICC一直致力于与纽约 伦敦和苏黎市的金融巨头们竞争 如果银行家们曾经是共产党员 他们很少会公开谈论这个话题 因为加入党组织可能会带来政府的严格监督 并限制个人自由 例如党员出国旅行需审批 然而 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 CICC的银行家们不仅公开炫耀自己的党内地位 还鼓励同事们加入 由于成功的计算方式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也开始以更早的时间下班 至少与华尔街的标准相比的是这样 每晚6点左右 位于国贸的CICC投资银行业务27层和28层办公楼层 大多以人去楼空 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 CICC不再吸引资本主义的终极动力 贪欲 2023年 大部分银行家没有获得奖金 基本工资也被削减了 多达25% 那些曾经与高盛或摩根士丹利的同行收入相仿的资深银行家 现在的收入大约只有以前的一半 中国法律规定 所有公司必须在其内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 即便是国际银行在中国运营也不例外 CICC内部党员人数的增加 与其曾经所追求的华尔街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员工士气低落 生产力下降 最糟糕的是 业务也减少了 由于中美关系的紧张和北京对国内市场的控制 2024年有可能成为十多年来中国首次公开募股活动最糟糕的一年 CICC的股价表现反映了这种沉闷的情绪 在过去两年里 CICC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价值几乎减少了46% 截至今年 CICC失去了中国公司海外股票销售的头号安排者的位置 该位置它已保持了五年 跨境并购交易的市场份额也在减少 2023年 由于首次公开募股交易量的锐减 CICC的利润和收入连续第二年下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许多员工认为 加入共产党可能会是重振其金融职业生涯的一种方式 CICC的新主席陈亮是这场变革的先锋 他在去年年底从一家规模较小的国有投资银行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调任而来 几位被认为更倾向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关键高管已经离职 其中包括前首席执行官黄昭辉和首席运营官楚刚 他们都是前长期CEO朱铭的亲密伙伴 如今 陈亮和各部门负责人通常在会议开始实现背诵习近平的口号 然后是国务院和政治局会议的要点 在最近的一次年度大会上 高级银行家们在西装外套上别上了党徽 以示对党的忠诚 另一次 一些银行家在一家大陆客户的办公室 展示了一面中国国旗和一条印有习近平口号的横幅 这些爱国展示的背后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银行家们必须遵循党的指示 处理中国希望培养的公司和行业 制造业和科技在市名单上 而奢侈品和金融科技则在否名单上 调和财务报告 处理客户和寻找投资者 这些任务使得完成一项大型国内首次公开募股 可能需要五年或更长时间 有些交易甚至用了八年 其他中国投资银行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CICC最大的竞争对手中信证券 自2021年至2023年初 已有超过750名员工辞职 北京和香港的员工因预算紧张 薪酬减少和其他管理问题而发生冲突 习近平推动的共同富裕政策 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更广泛的冲击 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要求高级员工放弃递言奖金 有时甚至要求员工退还过去几年的薪酬 以符合税前年收入不超过290万元 约40万美元的上限 此外 北京主导的反腐败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仅2023年 至少130名金融官员和高管遭到了调查或处罚 然而香港大学的陈教授认为 作为曾经象征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雄心的CICC 前景不明 随着其海外业务的萎缩 银行必须转向国内市场 并紧密遵循党的路线 他将面临来自国内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其中一些如中信证券 与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 陈教授持悲观态度 他说CICC的未来可能在几年内消失 以上是今天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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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